你隨便隨便 統神因為講了 黃子教室也沒那麼嚴重嘛 出事賠錢就對啦 這個是被嚴上 那阿苗昨天怎麼說 阿苗跟這個統神說 你今天被罵 不是你沒講的話 而是因為你有講的話 那這個統神也說 我澄清啦 那一堆還是綠色的冊衣 一直在洗我 讓我被廠商退代言 阿苗繼續囉 說綠營影響力 沒有你想的那麼大啦 廠商退工商 其實人家也是為了自己的形象 那後面統神說 可是我不希望大家對我改觀 我希望展現真實的自我 阿苗真的絕了 阿苗說你就好好誠懇的 散發正能量啊 你的這個真實的你當中 一定有包含溫暖 善良的面相嘛 真是很厲害 說到最後統神說 是我懂了 好後面我們就看到 林辰發了這個公開道歉的聲明了 這一連串的轉折 玉慧姐怎麼樣看 來我先給各位 請原諒我的字比較醜一點 但是網路上面有這張圖 我個人下的註解叫做 辭苗渡航 辭苗渡航 這是網路上的梗圖 然後這是另外一張 這個也是我們這個常看的一個粉專 叫不專業政治解說 你要原諒他 他可憐沒有人教他 所以我阿苗這個上阿下苗上人 我來教他 這個是昨天其實這整段 這整段的直播其實非常長 大概將近兩個兩個鐘頭 那精華就在一個鐘頭 二十分鐘左右的那個精華開始 統神打電話進來了以後 那開始阿苗渡化阿航的 這一段的這個歷程 其實後來阿苗發現了一個癥結點 就是原來張家航 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挺什麼東西 亂蝦挺一陣 他認為網子交四百片 這個因為他的硬碟裡面有四百部片 其中只有七部未成年 他認為這比例 這個七部四百片 就跟這個一般的這個色色片一樣嘛 那他覺得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這個七部是未成年 連一部都不應該 連半部都不應該 這都是犯罪 你去買就是犯罪 更何況你下載放在硬碟裡面 這是犯罪 所以這當然是違法 第二個是他認為說我去Google Google上面都沒有講到 判很重的罪 那是因為那個案子 是他願意要跟這個當事人和解 那所以這個不是說不判 而是這個 因為跟硬碟的這個案子 又是另外一件 所以不是同一件案子 第三件案子 我覺得張家航先生 原來砍掉你的贊助 這個才是會讓你認錯 這個才是會讓你道歉的主要原因 其實不是 那不過呢 昨天我們全答案員都在反省 這行串燒新曲來囉 第一頂 老三個是甲一求親吃 你隨便是命 去年 你隨便說 這條文字我只能找你